当地时间19号下午 国务院总理李强在马来西亚国家皇宫 会见马最高元首义布拉辛 李强首先向义布拉辛 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 表示此次访马旨在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 推动中马关系进一步发展 中方愿同马方一道 持续深化政治互信 保持密切高层交往 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 以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为引领 更好发挥互补优势 推动两国合作不断提制升级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双方要进一步加强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互建 夯视中马友好的民意基础 伊布拉辛请李强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 表示马方高度重视马中关系 愿同中方加强经贸 科技 旅游等领域合作 推动马中关系再上新台阶 欢迎中国企业赋马投资兴业